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甚至有的人认为说所谓的宗教哲学本质上就这个称呼本身就是有问题 宗教怎么会跟哲学是相比相应的 就是它怎么会挂在一起 那当然就是大家可以看得出来我们所谓的上个礼拜基本上是刚刚而已 所以我们就是顺着上个礼拜的这一个谈话 我们接下来讲就是上个礼拜都是风伟在吐槽我 或者吐槽吗 那就是直接问基督徒是什么 然后我刚好我就这个礼拜换我来问他 那我没有提许 因为呢在我大二的时候 我原本我还是非常非常反对基督教的时候 然后我是因为读了一些闲选的作品 然后奥古斯丁 然后也包括一个康德的研究学者 然后我接受了他的立场 所以我才开始逐渐在转向神学到基督教 因为康德 就是说而且那一个人呢 是叫John Hare 目前是耶鲁大学神学院的一个讲座教授 然后他在更年轻的时候 应该差不多四十岁左右的时候 四十几他写了一本叫The Morgat 就是道德上会有一个落差 就是道德落差的问题 就是觉得康德的哲学基本上是失败的 因为他没有办法解决这种 就是比如说联性的尊严的基础到底是在哪里 就是说就是有一个这样的讲法 大家可以知道一下 就是圣经里面是提到说 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来创造人类 就是按照上帝自己的形象造人 然后呢 在这里面就有一个很长久的一个神学的概念 叫Imago Dei 就是叫做Image of God 嗯 是 然后呢 然后这一个想法呢 是说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的 所以人某种程度上会类似上帝 那在非常长的传统当中 这个呢 已经已经有过好几个好几个不同的想法 比如说 在神学当中呢 所有的按照上帝的形象所谓的上帝的形象并不是形状 而是通常最多人最多最多最多使用的讲法 比如说Aquinas建立起来的是理性 嗯 所以按照那个形象 所以是理性的 上帝是上帝创造 应该说上帝本身具有理性 而且他用理性的方法创造出来理性的世界 所以人类有某种程度也有理性 所以人类可以理解上帝的创造 那所以第一个Aquinas创造出来的是一个灵性的形象 人是具有理性 再来呢 到比如说奥坎 奥坎的时候呢 人是具有意志 然后呢 他把就是奥坎呢 就是大家知道的奥坎剃刀的奥坎 奥坎 他呢 他把那个Imagual Day的这个概念呢 转化为上帝是我们无法捉摸的 上帝有他自己的意志 他高兴怎么样创造这个世界 他就创造了 创造完了之后 他也可以再改变这个世界 所以呢 我们不一定 我们不一定可以藉由理性跟逻辑的方法 来彻底的理解上帝所创造的世界 然后呢 上帝也可以再改变 这一个自然界的定律法律 所以呢 他难以捉摸 那奥坎这个讲法 没有 奥坎这个讲法 让上帝恢复了一种比较 比较 自以望的也可以 就是他的意志是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的 然后呢 但这个讲法原本 奥坎的这个讲法是 恢复了上帝某种程度的 自由跟全能 所以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但他也意外的造就了 之后影响比如说影响佩托拉克 然后影响后面的这些唯明论的这些人 就是说他让上帝的形象变成具有意志 而且自由意志的形象 自由意志的形象 OK 然后呢 接下来呢 再来到十八世纪 十七世纪的时候 还有维科 他强调的是上帝创造了世界 然后所以呢 人具有某种的神性 也就是创造性 所以 所谓的上帝的形象 就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人 那么就是具有 到底是理性 或者是有意志 就是唯意志论 然后或者是创造性 那不管你在意的是哪一个 就是从康德的这一条路下来告诉你们说 人是具有尊严的 所以呢 要把人当作本身是目的 而非手端来对待 那么 这就涉及到了 这么庞大的一个基督教神学的传统 是因为有某种的人跟神之间的类比的关系 所以我们有尊严 那个尊严不管是 不管是唯意志论 或者是创造的能力 或者是要理性的能力 那么 我刚刚说那个John Hare 这个哲学家神学家他就认为说 你脱离了上帝 你脱离了这些 你找不到答案的 你那个人类尊严的基础 其实你找不到 那么如果康德的那个尊严 我们也找不到的话 那所谓叫康德伦理学 以及从康德伦理学开出来的 那个人权 人权的说法 那就会有很大很大的麻烦 OK 那这就是我给你 所以就来自于这个 神学权威又要的挑战 OK 所以如果 John Hare这个论要成立的话 他的论证如果成功的话 那代表 我们还摆脱不了过去那样的 传统的西方哲学史上的一种 某一个时期曾经存在的一种偏见 就是这个哲学必须要服务神学 OK 因为如果今天真的没有神学作为基础 连康德伦理学都无法成立 都要丢到垃圾桶去了 他的基础实际是神学 所以如果这样的角度来讲的话 那可能就回到过去的传统 可是就我个人的研究 我当然我比较不倾向从这个角度来理解 因为其实确实在中世纪是神学一支独秀的世界 在那时候你说 没错 哲学在服务神学 这种宣称在中世纪是成立的 但是在康德这样启蒙运动时期的哲学 开始改变 从原本哲学服务神学 变得哲学归哲学 神学归神学 变两个个安其位 这是康德一个很重要的贡献 在他纯粹理性批判的时候 他区分了就是这个哲学要处理的是知识的领域 如果今天严格讲说知识归知识 那信仰归信仰 这两个是截然不同的领域 所以康德就会说 他说我今天在纯粹理性批判所做的工作 不只是帮我们的知识划界线 所谓人类的知识只到这边 意思是什么呢 人类不可能超过我们的感官经验 我们的感性经验去认识这个世界 我们所有的知识都局限在感性经验 你不可能知道超越你的经验之外的事情 所以康德说我的工作不只是要替知识划界线 人只能知道这么多 但同时他要替信仰保留空间 所以康德这个做法其实我觉得 就调整了过去那样的顺序 过去好像哲学在服务神学 或哲学无法脱离神学 但是在康德的系统之下 哲学跟神学就两个变成一个分开的系统 所以这样的做法其实有好处 因为在启蒙时代 这其实就是一个宗教的被攻击的时代 因为就是用科学来取代宗教信仰 其实康德这样的做法有好处就是 他也确保了宗教信仰 他有他一个独立的地位 或者分立的地位 就是他跟我们在科学领域所做的知识的追求 是两件不一样的事情 所以好处是呢 这个坏处是什么 先说坏处 坏处就是宗教再不能干预 人类的科学知识的追求了 但好处就是起码科学也无法否证宗教信仰 因为知识归知识信仰归信仰 所以这时候是一个分立的状态 互相尊重的状态 那可是在启蒙运动之后变成我们现在的世俗的时代 那根本就是连分立之后神学甚至说被玄置在旁边 一个non-believer他也可以觉得我很OK啊 我今天所做的任何的科学研究 其实跟神学一点关系都没有 基本上当代的自然科学的发展都已经完全不会以他的神学信仰作为基础 很多哲学家也是这样子 很诡异的是如果你今天去统计西方的哲学家 non-believer的比例也是很高的 非常非常非常高 甚至我常遇到很多学哲学 他会说 信哲学跟宗教是相融的吗 甚至很多人会这样直接直接说 如果你真的是一个哲学研究者 你真的会 你会有对神的信仰吗 他们有的人会有这样的质疑 所以目前的现状是这样子 但是我们回到刚才所做的John Haid 这样来诠释 如果要拉回去说 因为康德变成是近代哲学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核心人物 他对我们的当代人群学说 奠地非常重要的基础 就是我们的人群学院认为说 人有不可剥夺的尊严 这从康德之后变成一个非常常见的伦理学的基本的 common sense 大家的共识人有人性尊严 可是问题人性尊严的基础在什么地方 John Haid 的说法代表说 你真的尊严呢 如果不惦记在人的存在的神圣性 那我为什么要尊重你 你为什么要尊重我 否则我们只是一般的动物而已 为什么要尊重 那目前康德学界的主流说法 或者康德自己的说法 比较偏向于你刚才所讲的 就是理性 所以他在他的这个 《道德行上学基础》里面他就讲说 他有讲几个有名的定言命令 他的几个表述方式 其中一个最有名的就是人性目的原则 康德说我们必须要尊重每个人都是目的本身 就是我们要尊重每个人的menschheit 就是humanity 但康德这边讲的humanity 其实从整本书的架构来看 就是人性为什么有特别的地方 因为你具有理性上自我立法的能力 所以跟你讲的唯意志论也有点类似 就是我们是可以帮自己立法的 我是立法者的角色 所以我才有价值 如果我今天不是立法者 我没办法替自己立法 那我就是跟一般的动物没什么区别 所以康德说正是因为你这种能力 能替自己立法 你有理性 所以你很独特 你不是个东西 这不在骂人 康德说确实人不是thing 你不是东西 你是一个person 你是有人格的 或在基督教神学里面有位格 你是一种有位格有人格的存在 你不只是东西 你会自我立法 所以你有你的人性尊严 可是很有趣的 John Hatch这样讲也有道理 因为康德用这些字眼 绝对是神学的字眼 你说person 位格 是 但是 但是我觉得那是个历史的眼镜的过程 在一开始 这绝对是一个事实 OK 就是在西洋哲学的发展过程 神学是很重要的核心 以至于很多人这么宣称 如果你今天不懂古希腊的传统 你今天不懂这种犹太教义这样的一神论 所谓亚伯拉罕的宗教这样的传统 你根本就不可能懂西洋哲学 因为确实是两个是它的基石 所以从历史的发展确实如此 你今天如果对基督宗教的传统一无所知 基本概念无法理解 你根本不太真的理解西洋哲学在讲什么 因为它很多的概念字眼全都是来自于神学 所以它确实是脱胎至神学 某种程度确实是这样子 可是当它成熟的时候 就像小baby脱离母体之后就自独立了 OK 我再不用喝母奶了嘛 虽然你说如果在自然的状态之下 不喝母奶的孩子根本活不下去 可是喝饱了 自己能够跑自己去 秘食了 他就不需要 不需要母体再提供养分 这时候他变成独立的个体 所以我觉得康德那个启蒙时代 他的代表就是代表了这个 小baby已经脱离母体了 开始可以奔跑了 以至于他说我再也不需要宗教了 我靠理性靠科学就可以 我就可以活下去 我不需要再靠母亲了 当然 可以活下去是一个问题 会有很多人接受这个毋庸置疑 但是呢 就是会涉及到说 那你这一套伦理学 它全身的基础到底 能不能够支持 它到底能不能够 在毫无宗教的背书 或者支持底下能够完整 而且有一件事情非常有趣的是 丰伟刚刚的讲法呢 就是好像说就是 一大堆的学科是从 应该说 很多人都说很多的学科 都从哲学脱离出来 但是刚刚丰伟的讲法是 哲学又从神学脱离出来 长大出来 OK 但而且他长大的过程当中 其实是指两个H嘛 许多人在讲就是那个 希腊跟那个Helenic 就是希腊的古希腊思想 跟那个希腊的思想 所以从这两个H的思想 然后脱离出来 但是 我还可以吐槽一下 刚刚丰伟讲到的 那一句 康德他认为我们人是具有理性的能力 自我立法 其实还会再加上我们还是能够创造价值 对不对 我们还可以选定我们可以确认 以及创造我们自己价值的能力 我们知道什么叫真正有价值的 所以价值这件事情本身 其实是依附在人的那个道德能动性之上 所以人是价值的创造者 而且他本身还具有价值 所以我们应该把人当 本身就是个价值或目的来对待 所以不能够当作手段 但这一个解读的方法也就是 传统上康德的一个困境 那就是 只有几个人有这个能力啊 大部分的人都没有这个能力 那如果用能力来判断 这就出现一个严重的一个矛盾的问题了 几个人有能力 他可以代表全人类都有能力吗 然后一大堆都没有能力的人 那我们是不是说 人权只适合有能力的人 那那些还没有能力的人呢 怎么方便给他人权呢 反而是基督宗教的做法 告诉你说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上帝所创造的 然后他被拆请了 有一个独特的神圣的目的 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够剥夺任何另外一个人 什么什么等等 这一套搞不好还可以全称式的 使用所有的每一个人 他如果用能力说的话 他就会陷入某种的能力主义 对能力主义 那怎么办呢 所以这才是一个麻烦 对确实像你讲的 就很多人说 那你康德说讲的很有道理 对 如果你真的有理性自我立法的能力的话 那你真的不简单 你跟一般的东西是不一样 跟动物也不一样 跟纯粹只有动物性的存在是完全不一样 好那很多人说 对那假设我同意你 那可是门台也太窄了吧 真的说 门星之论这个地球上可以理性自我立法 OK 那个理性自我立法是多严格 康德说你要假想自己仿佛在替这个道德宇宙在立法 OK 你跟神一样 你都是道德 我们就讲他讲目的王国 OK 就等于是个道德宇宙 OK 我们大家都是这个道德宇宙的公民 你可以帮这个道德宇宙立法 那里面的 道德的这种目的王国里面到底有哪些成员 神在里面 天使也在里面 你有本事去这样的 这样的王国立法 那是多么严苛的一件事情 其实真的地球上没有几个人做得到 那照你这样讲的话 那十岁的小孩子 六岁的小孩子就没有理性了 无法自我立法 完全受感性冲动在支配的 都没有人权就对了 确实这是长期对康德的批评 如果你真的 你把人性尊严的基础放在这么严苛的标准 那在地球上能够符合在标准可能很少 对 对 反而回到基督教神学里面讲说 只要你是人权就有人权 管你DNA是人就可以了 其实这样很宽嘛 对 而且比较符合目前的 我们目前的政治的现状 我们现在地球上的 都敢管它国际法或国内法 你只要人类的DNA 你就是人 你的权力就必须要 获得百分之百的尊重 确实 那所以 可是有的人甚至也不一样 我觉得这是确实康德的一个灶门 如果你今天把理性 已经弄那么窄了 地球上拥有这种能力的 又那么少 难道我们都没有人权吗 这确实康德的一个灶门 是 好 所以康德突然间感觉 告诉我走 对 所以 我觉得康德如果他要回答他可能会这么说 他说只要原则上你有能力 OK 你有能力可以用理性 那十岁的小孩子没有这个完全的理性能 因为他还在长大 还可以受教育 对 所以 有这样的potential的人 潜能的人 我们都应该这样对待 能力说 能力说 为了要能够典党基督教的这一类的说法 然后后来又退回去 又变成是 潜力说 对不对 然后潜力说 然后接下来就变成说 干脆在街上那个 DNA输了 对 OK DNA说 然后就变成是像亚利斯多德似的 就是因为人具有这个潜力而 但是 嗯 好啦 当然也是可以啦 因为具有潜力 所以我们就应该怎么样子了 嗯 但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就是 当凭就是 具有这个潜力 可是那么多人 根本就没有那个能力也没有展现出来 甚至没有那个意愿 没有那个意愿 没有错 因为 这么高的标准 然后 这个还是来自于鲁梭嘛 鲁梭自我立法才是真正的 独立自主的个体 嗯 那 嗯 好啦 如果说 就是 身为一个康德主义者 然后告诉我们说 那让你到这里退回来 就是一个潜力 所以我们 人权 人权是因为 我们每一个人都具有 那一个 讲道理的可能性 的可能性 即便他都不讲道理 我们也不敢 寻寻善幼 OK啦 那可能接下来的方法就是说 OK 寻寻善幼 我们可能就是要提供足够的良好的条件 让他把这个潜力给发挥出来 是 那也许会是说 下一步 然后康德伦理学 接下来能够做的 但 嗯 其实呢 这当然是吐槽 这个是 这是一位 那个 崩伟是康德专家 所以 所以我们就 不小心打他的灶门而已 但是 最近其实也有人写 写了一个 应该是叫做 就是 我们都没有 我们之前都没有说 我们要谈什么 所以 让我想一下 那是应该是 San Giovanni 伦敦大学的 Tins College 的教授 应该是 San Giovanni 他写了一本叫 好像是叫 Humanity With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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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incipal 还是什么的 其实就是在谈 Oh Humanity Without Dignity 他就是 他就是在谈 你说 从几个不同的 角度 出发 都要把 那个 人权建立在尊严之上 他基本上 他就提出一个 也许我们应该 离开 走 走离这样子的一个 想法 雅里斯多德 然后那个 铁副教 神学 再加上康德 所以我们要 换另外一个方式 找另外一个 可能性 来延续 就是说 人权的基础 到底 是什么 OK 那当然这边 现代的一些哲学家 就试图去努力 然后呢 我就有一个好奇了 那就是 像封为深为力 康德专家 如果说 我们刚所谓的 上帝形象这一条路不行 潜力 这个也不行 那么 那 你觉得还有什么样子的路子 可以来思考 其实我觉得 英国人或者是 这种 这个英美世界的人 我觉得做了一个新的 这些尝试 过去几十年了 尤其主要都是效益主义者 居多 我觉得他们做了一个成功的尝试 因为效益主义的道德的思考 本来就不奠定在纯粹的理性上面 OK 就是 因为就像边庆 OK 边庆说 真的人类的主宰 就两个 我们两个master就是快乐跟痛苦 OK 快乐跟痛苦就来决定我们的行动 所以他今天不是把他说理性是我们的主宰 他不是说理性是我们的主宰 我们真的主人是快乐跟痛苦 所以我们今天如果有一种存在者 他能感觉到快乐跟痛苦的可能性的话 其实代表这个存在者就有某种道德地位 代表Moral status需要我们要尊重他 因为我们刚刚从人的位格先转到有 具有道德地位 对对 所以这次我们就不要用神学的字眼 就变Moral status 道德地位 OK 我边庆站他住之后 他已经追问这个可能性 是 他说什么来决定我们的道德地位呢 是我们说话的能力吗 理性的能力吗 我凭什么说这几种能力是那么重要到 他可以决定我们的道德地位 他说或许有可能应该就是 感觉快乐跟痛苦的能力 他决定了我们道德的地位 OK 所以他这种其实在 在当初在边庆的时候 他就已经提出这样的可能性 那我们知道这样的说法 后来被当代的Peter Singer 变成他很重要的这种 这种动物伦理学的先驱 对 是 所以这时候变成说 真的我们有道德 我们先不要讲尊严这个字眼 先把它从康德式的 或者那种神学背景这种理解 先抽离开 所谓的尊严用白话来讲 我觉得你有某种独特的道德地位 我要尊重一下你的 OK OK 那边庆这个讲法当然是后来促成Peter Singer的 这种动物权的说法 然后后来如果没有记错应该是Oran 就是一本书叫Moral Status 然后就开始在讲这个的问题 那可以但是变成从Sension的角度 就是具有知觉感官能力 就是可以感觉到痛 所以呢比如说动物会痛 狗会痛 所以我们就应该要对 不能够伤害 不能够去伤害它 要促进它的福利 对促进它的福利 所以呢就是这样子呢 道德的范围就开始慢慢慢慢扩充到 非人类 那扩充到非人类去的时候 那当然就是 这个 这怎么说呢 就是 我基本上是同意 但你扩大到这样子的时候 就会产生几个问题 我随便举例 第一个问题呢就是 道德的范围本来应该是说 两个道德行为者他在互动上 他们要基于某一种的准则 那可是呢 动物不会用道德的方式来回应 即便我用道德的方式回应他 那所以这是第一个 如果我们要把道德 往动物上挪过去的时候 会造成这个问题 那我们 就这个问题又逼迫我们回来 又开始承认说 也不对 我们是基于我们道德的理由 要去对动物这样子 不是说他能够这样子来回应我们 那采取这个标准的时候呢 也同样会用到比如说植物人 对不对 一样又来的 他们问的那些问题 那如果人已经失去知觉感官的能力的时候 或者植物人的时候 我们就不当作他是道德主体 那问题也会很大 所以呢 这一个是 我用这个概念我们会把 那个道德的应该尊重的对象 跟道德主体 我们会扩张到 其实可能没有 就是不具道德行为的例证 那甚至也会缩减到 就是有些人可能要被排除在外 所以 就当然 这个 这一套做法 我个人同意 但是他也很麻烦 而且呢 编信提出来的时候 就是 就有另外一个家伙 已经出来 把他骂了一番了 比如说卡莱尔 卡莱尔呢 前阵子红过 我们前几个礼拜 我们谈那个 那个 李登辉的时候 就是 李登辉说他 就是影响他最大的 最重要的三本书之一 其中的一本 其中一本就是卡莱尔写的 那卡莱尔应该是写 《衣裳哲学》 然后 他有两本书有 《衣裳哲学》 跟那个什么 《英雄语》 那 所以影响李登辉很深 但那没有关系 卡莱尔说什么呢 边境这种说法呢 就是你看 原本好好的道者 多高尚的一件事情 还有上帝 还有就是要让我们 向上提升 有精神的追求 甚至可以去追求到 我们做不到的事情 然后呢 照边境这个讲法 我们又沦为了 跟动物没有两样 就变成是 我们全部每个人 都只是快乐跟痛苦的 努力绑在那一边 所以呢 卡莱尔就说 你贬低了人类 你误解了道德的属性 再加上呢 你这整套的伦理学 叫做 《 philosophy of the swine》 朱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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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吗 我们真的要让伦理也变成这样子吗 我给你静下一分钟 不过这很有意思 这种思维完全都是西方神学传统之下的思维 就觉得人真的很了不起很独特 但如果再从东方思想 就不是这么回事 如果从佛教角度来 众生平等 人跟猪有什么 你跟一个蚂蚁比较起来 也没什么太大的差别 众生平等 所以很有意思 所以我们今天去思考说 某一种存在者 它到底重不重要 独不独特 有道德地位啊 有没有尊严 其实这反映出我们的道德哲学 只是我们今天花了比较多时间探讨说 从西方这种一神论的神学之下的哲学传统 怎么去论证人的存在的尊严 然后我们再扩及到当代 尤其从十八世纪后半期出现那种 效益主义的理解方式 又把它去除神学 因为多数的效益主义者都不是基督徒 都无神论 然后甚至你再纳入这种东方的哲学的角度去看 我会发现 其实我们对于人性的尊严的基础 不一定只有一种版本 我们很难说 我们很难说有一种版本是一切议题 都可以cover到 然后完全没漏洞 一定都会有漏洞 对 封伟刚刚讲的 其实非常重要 其实我完全同意封伟讲的 我就是纯粹吐槽 反正因为我们没有脚本 吐槽比较好玩 那其实我们所说的 那一种就是人类尊严 或者是从人权这些角度 也许我们得反思这么一件事情 我们所有讲的这些东西都太人类中心论 那也许我们的伦理的思考 本来就是应该某种程度上应该要远离了 我们开始应该再扩大一点点 不一定就是以人类为中心的考量而已 那也许这是一条出路 只不过就是说从这条出路下去 那我们对于人权的这个看法 我们可能还要有另外的其他的角度 来重新来谈人权来执政 那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麻烦 那时间的关系刚好呢 因为我丢了一些问题给他 让风伟回答 所以我们存到了半个小时时间 所以我安全下庄了 那时间有关系 我们就 我就讲到这里 好 那我们下周见 下周见 拜拜